而且我听说家里吃东西啥也都渴着你 吃东西呢是到回到家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家的条件有限 工人阶层之后过年都得借钱花 吃一顿鸡是幸福的事 但是吃个鸡 我呢先吃 吃完了之后鸡屁我爸吃 剩下就是剩下鸡架了 基本上是我姐姐还有我妈 能扎不点就扎不点 扎不点 非常非常难 赵队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家老爷子 一直都是乐乐呵呵的 就从来没有说过 全方位立体化狠狠地抚摸过你吗 什么叫狠狠地抚摸过你 削他 对对对 等会儿俊哲 我想问老爷子 今天在现场 赵老 您打过赵俊哲吗 这是一方面 我们另外当时是在上个世纪 你别打他 对对 别打他 老爷子 你别打他 打过没有 打过没有 你给我自己一方面 打不打 老爷子 打了打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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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下车方式 其实我们这年代吧 教育方式都比较正规 都比较正规 手法都比较正规 那时候我爸的反正是调着嘎的 其实自行车里带 感写状 反正掐大嘴杆 反正能用上都用上 牙都打掉 牙都打掉 牙都有假的 梁老师 我先查他一句 因为当时那个 上四季八十年代吧 他有一个在大学 大众院校有个讨论 有一个是 棒打是教育的最高流露 他双方在论的时候 就像后期你做过节目 因为那时候我就尊重那个 棒打是教育的最高流露 但现在呢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 现在不同了 我说打是不打孙的 因为现在要是再打 就属于家暴了 人家老爷子说了 我是按照当时的这个 探讨规则来行事的 梁老师说到这儿了 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 到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问题 还是说现在 现在也有狼爸虎爸这一说 到底应不应该打孩子 这个小孩 这个人字的一撇一纳 他还没立住呢 因为他成年人的那种尊严意识 和耻辱意识 不是很完善 也就是说他还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大写的人字 所以你按照成年人的耻辱和尊严 这种感觉教育他 他印象不深 而体罚呢 是直接通过生理反应 转化成心理反应 在一定程度是管用的 当然这个体罚 我小时候 我父母打我的时候 打手板 打手心 然后打屁股 绝对不会一抬手 冲你脸就一下子 所以体罚 它是讲究道理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上网上搜一下 英国人也有体罚 英国的教育 但是他体罚 规定了多少个细则 来约束你 就既不会给孩子 带来很大伤害 同时又能让他 小小的心灵里 产生条件反射 记住这个事 所以我是觉得 适当的体罚 应该是会有一定作用的 我呢 小的时候 在哈尔滨学院院 我11岁的时候 考到北京的 中国音乐学院 当时黑龙江那边 评论我 就是我是被我爸爸 给打到北京去了 是吧 所谓棍棒下出校子的概念 包括教育孩子 不是说真实 就是说拿着这个 像虐待性的去打 有时候父亲都是吓唬 然后呢 轻轻碰一下又怎么着 这个 我曾经 曾经关于我的问题呢 也有过 在这个 很多的中国最顶级的专家 也讨论那件事情 适当的体罚 打打屁股啊 或者是 给他有一些惩罚 像我小时候都跪过小板凳 反省 面壁反省 跪过洗衣板 都在那里 我觉得有一定的情况下 还是有用的 天天 天天 我就曾经让他 关过禁闭 让他自己去 到最后的时候 我让他再去关禁闭 自己反省的时候 他觉得那是个 很恐怖的事情 他觉得就发誓 我要好好去学 因为他学校淘气啊 小孩他会淘气的 就像你说的 他还没有完全成人 很多东西 他没有分辨率 但是每天 他接触的东西 不是我们能够预料的 有的时候 他可能学一句骂人的话 我们不注意 但是他毕竟去的 接触一个环境 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甚至第二次用啊 甚至有跟同学打闹 违反校规 这都有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可能分分钟跟着他 那么有时候 他实在不听话了 打一下屁股啊 不要打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严厉的惩罚 我觉得也需要我们家长 父辈 要父母这一代 要很智慧的去跟他 也是要斗智斗勇的 你看我是同一小圈说的 说打屁股 不要打得很重要部位 人家这个赵老不就是吗 人家掐大腿根 你就躲开很重要的部位 很好吗 再一个 我们理解体罚呀 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就是粗暴的动手 对 体罚其实是什么 是一种挫折教育 就是不要让孩子 总感到事事都顺着他 他事事都舒服 我再举一个 和体罚很类似的例子 咱们我们小时候呢 中国青年报 有一位叫知心姐姐的大姐 姓卢 现在我跟他也很熟 他讲他小时候 他家里总共啊 兄弟姐妹五个 他是最小一个 照理说老嘎的 应该得到母亲的溺爱吧 买冰棍 买五个冰棍 五个人一人一根 他母亲偏偏就对他说 来给妈吃一口 他们反而说 哥哥姐姐 为什么你不吃他的 你咬一口 我剩不多少了 那也不行 给妈吃一口 他必须有什么东西拿来 先给他妈咬一口 然后他再吃 是他母亲在乎这口东西吗 不是 就是让他从小形成一种习惯 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是你的 等到长大以后 你自然形成一个习惯 我要吃什么东西 应该给我爸给我妈一口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道德教育 都没什么东西